- 高爾夫俱樂部 - 高爾夫俱樂部 - 聽說這邊的球場 - 非常漂亮 - 因為它靠海邊 - 景觀是相當的壯觀 - 我們又是沒預約 - 對 - 就想說一定要來看看 - 對阿來看看 - 因為我們主要來的是要 - 多參訪一下其他的球場 -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 那像宮崎這邊他的球場 - 是什麼樣的 - 因為不一定每個人有機會來 - 有人他可能有去過別的地方 - 但沒有去過宮崎 - 那我們就可以給他看 - 不一樣的地方 - 那說不定看完之後 - 覺得這個球場很漂亮 - 他也想要來 - 那也是件很好的事情 -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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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這樣說嗎 - 就是台灣有些國嶺 - 可能沒有像他這個練習國嶺 - 這麼漂亮 - 狀況真的超棒的 - 真的耶 - 我帶他上去 - 丟幾顆球試試看 - 哈哈 - 你要試試那個速度是 - 試試看他那個滾動順暢 - 蠻順暢的 - 身體的球滾動順暢 - 喔喔喔喔 - 欸很快很快 - 很快啊 - 加上那天打彩虹我發現 - 這邊的上下坡其實 - 速度區分很多 - 我覺得 - 喔對 - 就是他下坡的時候 - 真的很快 - 你的球就一直溜 - 然後上坡的時候 - 速度就差蠻多 - 落差比較大啊 - 應該這樣講 - 喔 - 國嶺不太會停 - 滿硬的 - 像我們那天打彩虹就是 - 不 - 我覺得應該是他本身硬 - 雖然那個球桿 - 不太會停球 - 但是呢 - 我覺得 - 國嶺本身是滿硬 - 因為他落下去的時候 - 都是會有那種 - 砰 - 那種很大聲 - 很大聲 - 然後球 - 也很少會有球痕 - 那這個場 - 也蠻友善的 - 因為很寬 - 沒什麼樹 - 這個場其實很多樹 - 但你可以稍微 - 我們可以帶過來看一下 - 其實呢 - 樹呢 - 這邊沒有 - 但那邊很多 - 剛剛 - 樹是在球場外的 - 球場外 - 那個無關OB了 - 對對對對 - 樹是在那邊 - 樹很多 - 我們球道上 - 只有這樣 - 都移去那邊 - 非常友善 - 非常友善 - 沒有什麼打進樹林 - 拍不出來的問題 - 沒有任何藉口 - 打不好就是打不好 - 我們來到練習場的部分 - 這邊呢 - 其實相當的漂亮 - 你可以看到 - 這邊根本 - 一望無際 - 一望無際的海洋 - 這邊看不到海洋 - 一望無際的球道 - 然後 - 它這設計 - 就是你有點像 - 下場的那種臨場感 - 就是有國嶺 - 球洞 - 什麼都有做出來 - 身上它的國嶺還蠻漂亮的 - 它這邊爭吵的話 - 我覺得它應該是 - 可能有辦比賽 - 或什麼特殊的一些活動 - 才開放 - 因為它其實是有準備一個 - 爭吵練習場 - 那一般球友來練習的時候呢 - 其實就是 - 像我們在台灣打練習場一樣 - 是打那個 - 人工草皮了 - 而且它這裡很棒的一點 - 我覺得是這樣 - 就是你長竿練練 - 我們一定會累嘛 - 然後呢 - 它的短竿練習就在 - 旁邊而已 - 所以你長竿練練 - 你會累的時候 - 你可以去旁邊切切短竿 - 或者說 - 應該這樣講 - 你比較划算 - 因為像我們在練習場 - 練短竿 - 你球 - 只是打那麼近 - 你就把它切出去 - 那個錢就花掉了 - 但是你看 - 你在這邊 - 你可以打到爭吵的練習一場 - 就是短竿的練習場 - 然後呢 - 又不用多花錢 - 因為你就準備自己的球嘛 - 切來切去 - 然後又有球洞 - 最真實 - 然後呢 - 在練習場 - 就是真的練場竿 - 分得很 - 劃分得很明顯 - 來了來了來了 - 來了 - 來了 - 了不起 - 了不起 - 很慎重 - 很慎重 哦 右邊 很有嗎 有山坡上面 這裡打球很尷尬耶 多尷尬 很多人在看 很多人耶 你不尷尬尷尬就是別人 旁邊的人很尷尬耶 旁邊的人很尷尬 小姐姐是以為又在騙她 煮冰淇淋 哇有啊有馬裝 這裡可能還要200年 200 有點遠 nice 好像會奧吧 這裡打球很舒服耶 來給大家看一下你的 最強的技術 塞夠最高的 好 哦 拿不打的味道 給我發光是吧 要抓鳥了是不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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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nice 啊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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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那個經理加碼一棟耶 對啊 怎麼這麼好啊 他直接寄往第二棟湯耶 對啊 他可能看我們打一棟 哦原來是真的會打 會打怕耶 對 我還是來到了 對 我還是來到了 漂亮耶 你都 對啊 沒有 你都蠻大的耶 不要輕一點打壓 哎 下水了呢 哦 nice 哦 哦 這水太棒了耶 然後遠方是海邊 海邊打球的感覺 你知道重點是什麼嗎 重點是之後 直飛的班機開的話 來這裡只要兩個多小時 很快 超快 其實你要去台中 你假設你台北人 你要去台中打球 那你乾脆坐到空氣來打 乾脆就坐飛機了 對啊 兩個小時 到底而且 重點 這個球場 你攻擊機場很近 對 下飛機就能打 對 就在旁 機場就在旁邊 所以其實很近耶 打完再回去 老婆不會發現耶 當天來回老婆沒發現耶 老婆沒發現耶 nice 經理都鼓掌了耶 超級遠 我經理都傻眼了耶 上去 你沒搞懂 你沒搞懂耶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幸福 超幸福的 在這種這麼棒的球場打球 然後又有這麼好的美景 要是這樣 我可能早就當上PGA選手了 每天想練球 太漂亮了 我們真的很幸運 對 非常謝謝這邊 那個青島球場的經歷啊 讓我們 本來是會讓我們打一棟 對 從打一棟 到又加一棟 又再加一棟 然後呢 我們已經 就打完三棟 我們就回會館 結果他一下車就跑去問出發站說 哪棟沒有人 然後他說 18棟現在沒有人 趕快帶我們又出來 再打第四棟 重點是因為18棟 是一個很快樂的風機 所以他 這棟真的好險有來 我覺得這棟好球 只回票價 我們根本 我們沒有只回票價 我們根本不打球前 我們打棒棒棒棒棒棒球啊 Oh nice 好球耶 這裡有鬼之洗衣板 喔 真的是太舒服了 走起來 真的很像地毯啊 真的就是地毯 哇 有好交流 有好交流 Oh nice 然後我們要 謝謝今天 青島球場的經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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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打完了那個四棟啊 非常 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開心到一個不幸 覺得自己很幸福吧 很幸福啊 來到這個地方 這麼漂亮的球場 然後結果 因為我們原本沒有預約到 然後結果 因為謝謝志村先生 他讓我們下去打 原本說一棟 結果 就是 一棟再一棟 再一棟 然後就打了四棟 對 超開心的 超級開心 然後我覺得這邊打起來啊 環境 有點像台灣的東華球場 有點類似 他球道的風格啊 比較類似東華球場 比較寬 然後呢 沒有太多障礙物 然後又靠海邊 風蠻大的這樣子 欸 國嶺的部分 其實也有一點像耶 國嶺也有一點像 東華球場那個風格 就是比較有點 可是東華會再軟一點 因為 可能台灣的氣候 比較潮濕一點 所以那個國嶺 突然可能會比較軟一點 我覺得 再軟一點嗎 對 就是如果要去球 比較沒有什麼 不會像這邊那個 國嶺比較硬一點點 但是他其實沒有很容易 對不對 他其實 我發現好像很多水 對 他這個球場其實蠻多水的 嗯 也是蠻有挑戰性的 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風大的時候 你的 他在這麼空曠的地方 沒有樹你的球 其實很容易被風吹 所以 像有水的那種洞 你很容易就下吹 你的球只要一高起來 就被吹走 因為他可能就是 他水設計 可能就是在 風容易吹的那個方向 因為風一定會比較固定 是吹哪一邊 而且剛剛有一洞 兩邊都有水 中間變很窄 很狠耶 這個 真的很狠 這個球場很狠 新島球場 但是很開心 可以來這邊大 所以我們這邊特別謝謝宮崎縣 以及青島球場的志孫先生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下來打個四洞 然後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也可以來宮崎這邊 打打球 然後還可以去一些景點參觀 然後吃吃他這邊的宮崎牛 很有名 好像聽說連續兩年是第一名 和牛的部分是第一名 對 所以大家可以來這邊宮崎玩玩 因為之後呢 等疫情再好轉一點 其實台灣直飛宮崎的班機 大概只要兩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所以其實相當推薦大家來這邊 就算你是自己 三五好友就來打球 或者說 欸 球隊外地賽 那其實都非常適合來這邊遊玩 那我們今天 差不多打球就在這邊 好 是的各位 我們現在又來到這個很熟悉的地方 青島神社 沒錯 從青島球場過來到這邊 超級近的 我們剛剛原本以為會有一段距離 結果五分鐘以內就到了 五分鐘以內就到了 所以 我們今天帶大家再看一下青島神社 究竟有多漂亮 然後呢 還有看一下鬼之洗衣板 好 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故事 就是呢 以前啊其實 它這個是沒有開放過去到島那邊的 因為它那個小島上面是神的那個境遇 所以呢 一般人是只能在橋的這一邊 然後呢 直接朝那個島祭拜 那後來呢 到了明治時期之後呢 就開放可以讓民眾上去島 然後進去神社裡面做一個參拜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趕快去看看吧 我們下一個時候 我們下一次去看看 我們下一個時期間 我們下一個就是 我們下一個時期的 將來都是西城都包開的 登山 我們下一個時期的 我們下一個時期的 有少少偲的 ���so 我們下一個前面 你可以 自然 我們下一個時期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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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們現在準備要回台灣了 這邊我們非常謝謝宮崎縣 這次邀請我們來高爾夫聖地宮崎打球 我們這邊邀請一下宮崎的這次主辦人 川越先生 對 沒錯 好 這是宮崎縣的県庁 宮崎縣是非常暖的 有很多ゴルフ場 請來台灣的各位 請來高爾夫聖地宮崎縣 好 這次真的非常謝謝宮崎縣 要求我們來打球 我們這趟去了三個球場 都非常的漂亮 那在沿途呢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的高爾夫球場 不只這三個 它這邊算是在日本國內打球 算是相當熱門的地方 連國內啊 日本人自己 都會專程搭飛機來宮崎這邊打球 那希望我們之後還有機會 再來體驗這邊的高爾夫球場 對啊 希望可以再來打球 對 真的 真的很享受 可以一直打打霸王球 真的很開心 那個環境真的很漂亮 好 那我們這邊最後呢 再次的感謝宮崎縣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們CAMEN 教練 下集見 基品品乾 我們等一下買個幾包回去 晚上可以配啤酒 聽說這個也是很有名的 當地客廠的水果字象像 剛剛得知日本這邊的芒果也很有名 很可愛 很可愛 對啊 它這張地圖就是800塊 但是它上面都會有那個兌換卷 所以你就可以去後面這些店家使用 那我們等一下已經找好目標了 我們等一下要去 5號還有24跟25 分別是一個天婦羅 還有一個筷子跟一個醬油的墊 聽說都超特別的 我用一句日文簡單的形容 好吃 好吃 哇 很有質感耶 真的 天然木做的 天然木嗎 日本的 對 而且你看它前面啊 日本的筷子前面都會做得比較堅硬一點 你看它 它就是為了讓你在吃魚的時候 可以吃得比較乾淨 那在日本呢 你吃魚如果可以吃得很乾淨 在宮崎這邊啊 它會有一句話叫 Nikumataki 就是說呢 你吃得很乾淨 那 貓走過去啊 它看到那個 它會連 看都不看眼就跳過去了 表示在說你很厲害 你很會吃魚 好嗎 好 吃過鯉魚 為什麼 吃過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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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過鯉魚